欢迎您收听由飘剑为您播讲的《垂钓诸天》845集 二世祖 此时的沙尺剑通体暗红 散发着丝丝的沙发之气 信念不坚定之人甚至会被沙尺剑所迷惑 如同一柄铁剑魅惑人心 剑身之中 一股微弱的意识隐藏在深处 不断地汲取四周的天地灵气壮大几身 如同重勇化蝶 这是一场蜕变 新生的沙尺剑大小小了一圈 但重量却几乎没有多少变化 剑身坚固无比 足以斩断未退化之前的沙尺剑 所有的精粹更加地完美结合在一起 掉落下的金属则是糟粕 灵根伸手握住沙尺剑的剑柄 无比的契合 沙尺剑之上布满了龙鳞一般的鳞片 每一块鳞片之上都充满了纹路 就是这些鳞片让北风的手臂握上去契合无比 完美地符合北风的手掌上的纹路 北风的嘴角上扬 走进了练功室 开始舞剑 惊人的锋芒从其剑身上爆发出来 形成了一层暗红色的豪芒 这层光芒如同剑气 吞吐不定 但北风自身呢 却并没有动用一丝的原力 这完全就是沙尺剑本身的神意 好剑 北风一脸的欣喜 爱不释手 这并剑无比地契合自己 人则剑 剑同样则人 两者契合 足以让一身的实力成倍地增加 北风并没有学过剑招 只有自创的三十剑招 每一招都是惊艳无比 如无上宗师 师法天 道法地 天地自然 自然为之师 剑招也是前人创造出来的 那个时候 第一批创造剑招之人学过剑吗 没有 不是说没有学过剑招 就不能够创造剑招 正如地球上 为之一败而不可得的剑魔 天地万物皆可为剑 不拘泥于任何的形式 北风也是如此 每一式的剑招都如同天马行空 灵阳挂脚 此时北风控制自身的原力 仅仅只是如同一个普通人一般 可一举一动都是充满了经验 北风反复地动用自己自创的三十剑招 隐隐有所得 北风不断地调整出手的力量 初见的角度 看似一招实则千变万化 咚咚咚 一道道的钟声 在大传之上响起 无视房间外的阵法隔绝 传入每一个人的耳中 不论是在做什么 哪怕是陷入深层次的入定 也是会被这道钟声叫醒的 一道的人影睁开了眸子 闪烁着金光 所有人到甲板上集合 半颗未到 是为放弃此次考核 一道如同天雷滚滚的声音乍响 让人心生畏惧 一道的人影冲出了房间 向着甲板上赶去 北风也停了下来 沙尺剑收入体内 每时每刻都在动用庞大的原力温养 沙尺剑已经到了此阶段的极限了 已经是不能再提升 除非是在寻到更好的材料 才能够继续地提升其品质 但沙尺剑刚刚蜕变完成 北风用原力温养此剑 可以让其稳固下来 北风的身子如同流光 向着甲板之上冲去 同行不少人 但是呢 也只是相互打量一分之余 就不再理会 北风到的时候 甲板上已经有不少舞者的身影 一个个气息强大 毛子充满了期待 四周呢 则是一圈圈 穿着青色战甲的青天位 一个个身上气息澎湃 震慑着众多的舞者 北风自行 寻找到一处位置 之后打量着 身边的这些人呢 就是自己的竞争对手 各有所长 但是北风也紧紧地 只是看了他们一眼 就不再理会 尽管能够来参加青天位考核 本身呢 就是代表了一种荣誉 不是所有人都有资格 可以参加考核的 但这些人比起万古天宗的 核心弟子 却是差了一大截 北风连核心弟子中的巨头 都是打趴下了 这些人在其北风的眼中 真的是没有什么必要 再多做什么关注的 时间缓缓地流逝 距离半壳中越来越近 人群也是越来越压抑 如暴风雨来临之前的前奏 众人正前方呢 则是站着身穿 青金色甲皱的人影 每一个人 都如同一片汪洋一般 深不可测 当先一个人 正是真弹 天皇境的强者 身后四个人 落后于真弹一个位置 身上丝丝的微压 若隐若现 其修为最低呢 都是帝皇之境 半壳中时间已到 没有想到 居然还真有人 不拿我的话当成一回事 真弹目光如炬 看向众人 在北风的身上停留一下 缓缓地开口说道 众人莫不作声 威娜还没有到来 致人莫哀 但是没有人出生 死到有 不死贫道 少爷 现在已经超过半可钟了 我们还是快点吧 我的事情 轮得着你来指手画脚吗 回去自己领罚 是 属下知道 一段对话 自转脚处传来 虽然很小 但是在场哪一个 不是修为惊天之人 自然是听到了 众人呢 也是脸色各异 有些好奇 谁有这么大的胆子 只有一部分人脸色一变 这个声音很熟悉 莫不是那个大丸酷吧 当下这些人的脸上 就闪过玩味的笑容 这次可真是有好戏看了 不知道这些青天味 会怎么处理呢 没有让众人久等 一行三个人 自通道之中走了出来 为首一个人英俊无比 自信非凡 身后则是跟着两个人 一个人脸色冰冷 不言不语 一个人此时脸上带着苦笑 呦 大家都看着我干嘛 继续啊 别管我 青年见得众人 投来的目光 有些诧异 但却并没有畏惧 摆了摆手 不以为意 就想要进入人群 真是此人嘛 没想到这个丸酷 居然也是来参加考核的 青天味会怎么处理呢 方才可是说了 超过半个钟 就直接取消考核的资格 可是这个人的身份不简单啊 不少人在心中思索着 但是表面上 却是一副眼观鼻 鼻观心的模样 左右 拿下此人 藐视规矩 行三十 真淡脸色阴沉如水 张口呵斥 诺 围绕在四周的青天味领命 四人毫不犹豫地 冲着那人冲了过去 你敢 我是颜阳大直视的孙子 青年脸色一变 而后开口呵斥 别说你是颜阳大直视的孙子 就算颜阳大直视在这里 也得守青天味的规矩 真淡脸色阴沉 声音回荡 而动手的四名青天味 根本没有任何的犹豫 哪怕是知道对方的身份 同样没有停留 拦住他们 颜阳身后的两个人对视一眼 硬着头皮上前 与四名青天味交手 林凡 楚脸 擒下三人 胆敢反抗 格杀勿论 看着四名青天味 居然被颜阳身后的两个人挡住 真淡的脸色愈发阴沉 直接点了一个人 充满了杀气 听众朋友 感谢您的收听 来看看 计划 Rembrandt 你们下车的和谷子 人内地下车的和谷子